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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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 國民教育成為了熱門話題 在7月29日的反洗路大遊行 更有超過9萬人冒著炎熱的天氣 要求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科 在教育局今年4月公布的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中提出 提升國民質素 以至對世界公民身份的認同 但是國民身份 又會與其他身份出現矛盾 這個很清楚 指著公民 就說這個叫國民 學理上又錯 邏輯上又錯 它是邏輯上錯的意思就是 如果用數學的觀念 它是一個指責 如果用數學的觀念 它是10套 代替了整個套 在邏輯上 完全是站不住腳的 一說公民就是多元公民 國民只不過是其中一個環節 當我們去講 今天我們要講的時候 我們就要關注公民 因為我們要關心整個世界 整個全球的情況 而很多時候 世界發生的事情 就不單只是一個國家去處理 所以只要把焦點聚焦在國家上 是一個不足夠 亦不合理的情況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任何的身份認同 都是一個畫圈的遊戲 不停地畫圈 每一個畫圈活動之過程裡 就有一個排外的現象出現 嚴重就是一件事 所以國民身份認同本身 就是一個兩人的利劍 而歷史上發生那麼多的民族仇恨等等 都是跟這件事去到極端有關 放在公民的框架底下 就是講一個普世價值 其實香港推行公民教育 已經有一段時間 當中是教學生些甚麼呢 而國民教育 亦都提倡由情入手 當中又有些甚麼問題呢 其實學校推行公民教育 以及一些得育活動 其實已經推行很多年了 在香港來說 很多學校已經在用這種方法 其實教些甚麼呢 譬如靠他們的誠實 譬如路不實惠 廉潔 對人有禮貌 那學校怎麼推行呢 通常會利用州會 或者是一些成長課 那有些學校就叫成長課 有些學校可能叫做得育課 之類 總之名字沒有甚麼所謂的 最重要就是 教導學生一些得育 以及一些公民教育的東西 那學校通常這些教材 在哪裏拿呢 其實在廉政公署 有很多這些類型的教學材料 所以學校也很喜歡採用這些活動 另外教育局有一個叫做得育資源網 在裏面也可以找到這些資料 不過我們近期也發現一件事 都很特別的 我們老師很自然就會去教育局 那當然很信任 但是現在我們又發現到 原來有一輯都挺牙煙的 有些工作紙 原來就叫一些學生 就說要認識中國 然後認識中國又要帶有感情 所以我們原來在教育局的網頁裏面的資料 原來都真的要不可以掉以輕心 都要真真正正再看一次 但問題是不要逼人一定要有情 不要逼人一定要認同 我覺得最重要的人 譬如在國家上 他守法 他沒有犯法 但他認同的可能是世界公民 沒有問題的 所以變成 在這樣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很明顯這些教案 就完全不夠空間去被人選擇 如果探討完國旗之後 國同學在理論上 按照我正確的分析 他是有權選擇 我才不喜歡 我正確的分析 應該是 譬如經過我剛才說 你不要只是討論旗 升旗的時候 而是討論旗裡的聲 代表什麼呢 中間那顆 為何永遠是代表共產黨的呢 為何所有其他要圍著共產黨的呢 為何那顆聲 又如何走出來 代表黨 即是我們要進入這個理性思考 讓同學去重新檢視整支國旗的意義 當他做完這些活動之後 他說 無論如何 我都仍然是愛國 Fine 但他做完這些活動之後 為何一定要共產黨在中間呢 他有很多懷疑的時候 為何不可以換另一個代表出人民的黨 也好 怎樣也好 團體等等 他可以選擇 所以現在這個教材很明顯 他不足夠理性批判思考 以及不足夠養同學 發揮他個人的選擇 你們的強調就是 我怕洗腦 我怕洗腦 是吧 是 我都怕 我告訴你 我都怕 所以我問了兩個問題 一 你的資料 是不是只有一套給別人教 第二 你的教法 是不是只有一種教的方法 哪一個決定的 三個題目 很多不同的資料 老師學校去決定 教師有三千幾四千個老師前前後後 每一個都有自己教的方法 你哪一個可以控制到這些老師怎樣做 我們控制不到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自由發揮 所以不會是統一的教學方法 首先第一 你的指引方面 帶有一種引導性 第二 在現在的市場裏面 也不見到有很多良好的國民教育的材料 反而看到一本 什麼中國模式 這些這樣的 由教育局去資助 去製造這一本 這樣的刊物 我們都覺得很害怕 而這份刊物是沒有問過學校 自己這樣送了三十本來學校了 於是你就很自然 如果老師是沒有留意到 坊間都沒有這些書 現在有本書在手上 那就教了 於是很危險 因為這一科 沒有人知道有幾大市場 所以商業的出版商不會出書 誰會出任何教材等等 要是政府 這些就是政府出來的 我剛才已經評了 很低層次的東西 信用情入手 不要批判思考 第二班人會做教材 很多時候就是大學裡頭的中心 或者一些NGO 你會見到現在國民教育的教材 大部分的錢 如果以教署那邊 就去了所謂國民教育中心 國民教育服務中心 大部分的錢去了那裏 其他民間的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更加尊重公民那邊的組織 根本是拿不到錢 又是一些非常灌輸式的 又拿到很多錢 你會發覺 我們會發覺 吳克劍講的根本就是一個方話 就是說 有很多教材給你選擇 只可以說 有相當多側埋一邊的教材 而另外一邊的教材 少到不得了 而這正正是因為政府 撥款的問題 令到民間不同聲音出不來 所以那句話 很多東西選擇是方話 第二 相信老師的專業 這件事 基本上我是同意的 我們應該相信老師的專業 但問題是 特別以小學的角度來看 一路來 小學老師的培訓 很少培訓 所謂爭議性課題的教學法 一路來 甚至近期 越來越專科專教 因為 特別是小學裏頭 是一路不重視 所謂爭議性課題 而國民教育也好 國公民教育也好 都是要教這些東西 但一路來小學 都不重視這方面的東西 但是公民教育 是很重視這些東西 換句話說 所以你說把球 丟進去給老師 我覺得 又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做法 就把一隻大鑊 丟進去 直辭校本 這個說法 就把這隻鑊丟進去學校 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做法 好像吳克劍和尼薯 教授都這樣說 如果有灌輸的話 那我就會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問題是 如果發生灌輸的時候 就害了很多香港人 香港的學生 為什麼我們要做一個這麼危險的事 因為事實上 我們看到國民教育 推行是有灌輸的事實 現在的官員好像完全看不到這樣 只要走到一年前的一個新聞節目 我們就可以找到 某些學校 某些學校的校長 不停在稱讚自己灌輸得好 接著他就拍出兩個學生出來 這兩個學生 在對答和記者對答中 你會看到很清楚 那兩個學生被灌輸了 希望可以有洗腦 可以洗腦都不知多好 這是很正常的 所以學校裡 我覺得他覺得那件事是對學生好的 一個原則 我們對學生是有好處的 對吧 我們不會選學學生的 那些我們會去做 就是這樣 所以社會人士如果有這些擔憂 我覺得就過濾了 教好我們的學生 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有用的中國人 看問題是我們的蠟燭點在哪裡 譬如說 中國最近最流行的新聞 艾美美,就是民主那類 西方國家 或者內地的異見人士 就批評說 中國沒有民主、沒有人權 作為一個有受過教育的人 要去多方面思考這個問題 我覺得 但他現在的拘留 其實超越了法例的要求 我想這是中國政府 和他們可能有自己的思考 對 那豈不是合法嗎 那豈不是合法嗎 不合法 不知道 可能是一次對中國來說 是一個特大挑戰 所以他才覺得拘留他 是一個比較好的 那這些是一些存在著的事實 我家長憂慮這些教材 會造成剛才說的效果 是絕對合理的 那我不覺得 作為一個政府的官員 他可以說這些說話 如果有灌輸 我會譴責教主 因為如果有灌輸的時候 那些是否扭得回頭呢 為什麼要沒有這麼大的險 而不是停了一些事情 做好它才行呢 就算用通識科來講 最近羅范昭芬說 通識科的學生 很有批判思考 拿得很好的成績 所以表示沒事 但是當我的研究 我都看到通識科 裡頭都有很大的問題 我六八家學校 看通識科上課 這個分數 公開市的成績 分數 不可以表示發生在學校的真情 所以我不覺得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可以拿香港人的下一代 來做一個實驗品 而不是好好地搞好一些事情 這是一個太大的實驗 並且不確定 確實驗 改天的消息 是公開電子 又在公開電子 有些什麼事 的未來 如果我們很想落 又在公開電子 所以很想要 在公開電子